我剛剛做的就是這裡 那基本上書裡面那個I跟追我把它顛倒一樣 因為我的習慣是I是烈,追是藍 然後呢那個作者陳輝安剛好顛倒 那因為我突然會突然看到那個跟我不習慣 我會感覺好像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完全一下子不能接受 所以我還是改成自己的習慣 I就是烈 所以特別只有這個I,I的話是決定哪一列 所以這邊I回圈,那這邊應該是J回圈 追回圈,J回圈是決定那個哪一藍 OK,那我們輸出的方式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基本上呢,我們就是先輸入了 假設啦,輸入了有三個人的成績 那當然輸入方式是我們已經先知道了 不過你當然這個地方你也可以改成 也許用什麼,用JR Champagne或者Scanner自己再去改一下 一個一個請輸入,比如說第一位學生的成績 國文然後英文,國文數學 然後再來第二位成績 有沒有然後你就可以,不過你不能用第一種寫法 你要變成第二種寫法 可是你要讓他跑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的話 你可能要跑一個4回圈 請輸入第一個人的 然後下一個,跑第二個人的 第三個人的,有沒有,就輸入 那這個部分其實可以參考剛剛那個,有沒有,那個 正列那個轉換的,有沒有,那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啦,因為其實這個地方 當然如果你可以改得出來,而且沒有問題啦 那當然你Java是確定應該學通的是沒有問題 可是你改不出來,那表示你可能有什麼地方 還會有瓶頸的 因為程式怎麼樣可以學得好啦,一定還是要動手 把它做一個變動 OK,所以這邊你可以改成,可以輸入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這個I回圈決定有幾個人 幾個人基本上,因為我的習慣這樣 因為這個邏輯,我在VBA或在Excel 因為Excel裡面是用VBA 基本上我是利用什麼,因為列的部分我會用I來決定 這邊,J的話是藍,就是縱向的,所以用J 那由那個I來決定有幾個人 所以有三個人,那第一個人 所以進來的話呢,那到什麼時候 這個總長度就三個啦 那這個I值的是,這個人有幾個乘七 兩個,對不對 OK,所以進來的話他基本上這邊會跑幾次呢 0,1,2,總共有三個 所以到3的時候就跳離了 所以會跑三次,第一次是0 然後I++往下跑 然後上歸0,就是預設值為0 然後再來J,J的話呢,是抓他裡面的乘七 所以第一個人,然後呢,當他這個成績 是這個人,總共這個長度是2啦 所以是跑0跟1,追加加 然後呢,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那個他的列,第幾列?這個是第0列 所以進來的話0嘛,對不對,所以這邊是0 然後這邊J,預設值從0開始,所以0,0 那0,0的話就抓他第一個人的乘七 加上一個空白 然後,那這邊後面,什麼? 把它加等於,就是SUM等於加這個什麼? 這個成績,SUM加這個成績,把它累加 TOTAL的話也是一樣 TOTAL等於TOTAL再加這個成績 然後,跑兩次之後,這兩個成績 SUM就把它輸出 就是它的小技,然後再跑到外面去 跑到外面換下一個,換下一個,一時類推 不過當然我前面講過了,如果你要知道細節的話 可以設中斷點,點兩下,點兩下 這邊可以設有沒有,有點小痘痘 然後呢,這個是DEBUG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按確定之後 那它會停在哪裡呢? 停在就是我設中斷點的地方 當然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好處就是說這個二維正列 假如你不知道這裡面放什麼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什麼? 0,0這個列裡面放兩個成績 1這一列放兩個成績 2這一列放這兩個成績 所以有的時候你可以從這個儲存模式裡面 看到變數裡面放什麼 TOTAL裡面是空的 那再下一個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那裡面I等於0 J也等於0 那你可以把它輸出 第一個人成績54 有沒有 那把它加起來 所以SUM加 加起來就是SUM目前為0嘛 那它加了之後有沒有 就SUM等於SUM加那個人的成績就54 然後TOTAL也加起來 所以TOTAL也是54 然後換下一個人 有沒有跟這樣 這個人的下一個成績 下一個成績的話 它這個地方I也是0嘛 那就是01啦 01 然後把第二個成績輸出 然後再來換TOTAL加起來 累加之後 然後呢 全部加完了 就輸出什麼? 小器 小器就把兩個成績SUM輸出 小器等於這個 那換下一個人 下一個人 OK 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把下一個人也輸出 然後最後它把它小器 小器之後的話 再換下一個 所以有三個人 所以I等於是0 1 2 跑到2 到3的時候它就跳離了 因為沒有第四個人 所以跳離了 OK 那最後的話呢 結束了 有沒有 那總合多少 輸出結果 OK 就這樣的方式 那也許你們等一下 可以 假設細節有比較不了解的 最後記得把這個給停止掉 因為這邊沒有Terminal的話 有時候那個 出錯模式會出錯 把它Terminal掉 切回到那個Java 切回來 OK 那也許你這個部分 跑完沒問題了 那你可以把那個輸入的部分 有沒有 看改成那個 看你是要用Scaner來輸入 也好 或者是說呢 你要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Java Champagne 不過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一次兩個成績 那如果兩個成績 你勢必要輸入兩次啦 不過你可以用什麼 用Splitter 請它說 請你在第一個成績 跟第二個成績中間 加上空白 就剛剛一樣嘛 或者如果你不喜歡空白的話 你可以用逗點 請你在第一個成績 跟第二個成績中間 加一個逗點 那你只要在Splitter 剛剛這個Splitter 其實我反而比較常用的是逗點 因為逗點比較不容易出錯 空白有時候會 因為你不要按一個 或按兩個 如果按兩個就出錯了 OK 按逗點的話一看一目了然 像有一些CSV有沒有 網路上很多開放之下都是CSV嘛 它實際上就是用逗點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把網路上面的CSV 抓到之後有沒有 那切割到哪裡呢 其實都是用Splitter 那放在哪裡呢 也許前面你就可以先用一個陣列來接 接完之後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情況 看要塞到哪邊去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這個範益稍微試試看 來畫面先畫給各位 那這個是二維正列 等於是我們那個書上的章節是六之二之二 那為什麼會特別講這個 因為後面還會再講的二維正列 也就是如果你二維正列部分 假如沒有很清楚的話 可能後面還會再 這個問題還蠻多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就是那我 有把這一段程式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你們要找的話 記得是到那個 第六章 CH06 第六章那個正列與自傳 那一個雲端白板裡面 的最下面有個二維正列範例